你知道吗 按着我们的手掌 相当于跟我们的全身钻摸 来各位家人 看我们的手掌 全息图跟我一起来做 首先 宗旨下方 对应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头躯 来我们按一下 按一下 感觉有点脏脏的感觉 有很多家人 这里感觉有一些筋 有一些筋结感 这是对应的是头躯 好 你看一下 你的头有没有不舒服 对应的头躯 头躯再往下 来各位家人 这个躯是什么躯 是我们的胃躯 来揉一揉 我们的胃躯 好 再往下 好 胃躯 好 再看下一个 二手指和三手指往下 这个躯啊 这是我们的肝胆躯啊 来各位家人 看一下我们的肝胆躯 揉一揉 好 揉的时候 看一下有没有非常酸疼啊 晚上如果是酸疼的话呢 一定要早点睡觉啊 晚上早点睡觉 不要熬夜 好 下一个 老四和老五的话呢 这个躯是什么躯啊 是我们的肺躯啊 来揉一揉 好 肺躯 揉一揉 好 可以推一推啊 可以推一推 好 下一个 再看一下我们这叫什么 大鱼记的地方 是我们的心的反射区啊 来揉揉我们的心的地方 好 推的时候感觉有点张张的感觉啊 证明什么 有时候会胸啊 闷闷的感觉啊 好 来 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小鱼记啊 小鱼记对应的是我们的肠道啊 来 升节肠 横节肠 降节肠 好 我们推肠道啊 从内往上 升 横 降 升 横 降 好 相当于给我们的肚子啊 揉肚子了啊 这个手法 是不是很舒服啊 好 再下一个呢 是我们的手掌根的地方 两侧的话呢 是我们的肾的反射区啊 我们可以推一下啊 可以双手一起推 两侧是肾的反射区 来 如果说感觉胀不胀的 或者这里有很多青筋的话呢 一定要给我留言 我告诉你 怎么来让这里更好啊 好 各位家人来一起推一推 整个手掌推完之后的话呢 来 再来个分推的方法啊 整个手掌推推 好 分推一下啊 相当于给我们的全身做按摩了 好了 各位家人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安容我们的手掌 相当于给你的全身做按摩的手法 还有一个哦 大目手指对应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脊柱的反射区 颈椎 胸椎和腰椎啊 哎 我们再推一下 好了 记住了吧 这就是给我们的手部按摩 相当于给你的全身做按摩了 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李老师 每天和我一起动起来 让我们的身体 棒棒的